收看愛神秀體操 OK這邊可以先忽略我的背板 後面是雪山 今年疫情真的出不去喔 因為我是在太想滑雪了 所以找這個整片美麗的雪山來當背景 好的這不是重點 我們先點開這個題外話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體操大解析第二集 前面我有講過我們體操有六個項目 那現在地板按碼已經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吊環及跳馬 那現在就進入我們的解說時間 第三項吊環 這邊假如你有在看吊環比賽的人 你會發現進入決賽的那八位選手 都非常的小隻 然後非常的精壯 為什麼會那麼壯呢 你如果有在看他的比賽動作的話 你會發現他所有的動作 幾乎都是力量型動作 那什麼是力量型動作呢 就是他靠他的兩隻手 在支撐他的身體 做出不同的變化 然後靜止在那邊兩秒 才會算是一個動作 所以這邊也可以說 練吊環的人需要非常的強壯 才能支撐自己的身體喔 那也解釋一下為什麼要說 練吊環的選手都特別的小隻 不是因為大隻不能練 是因為小隻 他的半徑比較小一點 所以他在支撐自己身體的力量的時候 他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個子高一點的話 他在撐吊環 雖然擺動的幅度會很大 但是他的雙手要支撐他這麼長的身體 他就會非常的吃力 當然這邊也不是要歧視小個子的人 或是高個子的人 因為高個子的人不一定吊環就很差 像我 就很差 我們這邊一樣要講解吊環有四個類群的動作 吊環的第一類型是 曲線上和擺動動作 或是有擺動動作經過倒立的位置 都是屬於第一類型的動作 那第二類呢 就是我們剛前面所提的 你看到他的力量動作 就是停在那邊要三秒才會算的一個動作 只要他是用靜止的方式展現出來的動作 都是力量型動作 那就是我們的第二類 第三類呢 就是我們的一二類的結合 那什麼是一二類的結合呢 第一類是擺動動作 第二類是靜止力量動作 所以第三類是有擺動 接上靜止力量動作 就是我們的第三類擺動型力量動作 那第四類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下法 每一個器械項目都有一個下法 那就是我們的第四類 那這邊呢 先要來講我們的第一類 第一類是曲線上及擺動動作 還有擺動制導力 這也算是第一類型的動作 那現在其實很多人都是做擺動制導力這個動作 尤其是成年的人 他幾乎不太會去做曲線上這個動作了 因為曲線上這個動作 你要去做後續的變化比較少一點 那有可能就是動作比較少的人 或者是他類型不夠 才會去編這個動作 其實擺動這個動作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的動力都要靠他去完成 那我們要做一個大擺回環之後 再去接下一個動作 尤其是最後一類下法的時候 更需要有擺動的動力去完成它 所以擺動這個動作是非常需要的一個類群之一 第一類型只要你看到他有在這樣子晃動的人 他都是擺動類 那就是我們的第一類 那第二類是我們的力量型動作及靜止動作 那什麼是力量型靜止動作呢 你只要看到他停住 平的也好 或者是上水平 二挺也好 這個動作就是靜止型 但是靜止型不是他做靜止一秒鐘就算了 我們有一個規定就是一定要做兩秒 不到兩秒的人這個動作要看裁判 要不要給他承認 如果裁判不承認的話也可以劃掉 因為表示他可能停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選手的心態呢 你也不可以上去說停住就馬上數一二 那這有可能就是會達不到秒數 通常你在做的人 要由裁判的角度去判定你的秒數夠不夠 所以你上去的時候最好數到三 裁判基本上就不會碰你沒有停到這個秒數的分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簡單的一個L型支撐 停在那邊兩秒鐘 裁判也是會算給他是一個靜止型的力量動作 那這就是我們的第二類 那第三類呢 就是我們的擺動型力量動作 什麼是擺動型力量動作 就是剛前面有講的一二類的結合 擺動加上靜止力量 他有擺動經過之後 停住 停了兩秒做了一個力量型動作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類群 這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一個動作 因為他要經過擺動 擺動的動力已經很大了 那動力很大之後他又要停住 Impossible OK 他這個動作 基本上可以做出來的選手也都是算蠻厲害的 所以他透過很多擺動型的變化之後 再去接一個靜止的力量動作 那這就是我們的第三類群 OK那第四類很簡單 就是你看他從器械上做完動作下來 結束做一個結束動作 跟裁判示意敬禮 那就是他的下法最後一個動作 他不是從上面突然放手掉下來 這是他的第四類 他要有做動作才算的 這些就是大致上調環動作的變化 那其實調環在國際上 台灣的選手也拿過不少面的獎牌 所以其實台灣的選手在調環的方面也算是蠻厲害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講解 第四項 跳馬 現在跳馬我國選手在國際上的表現 也都算是有一點點一點點 慢慢在突破的 因為現在很多難度上的提升 其實跳馬 第一個來說 他難度越高的動作 其實相對的也非常的危險 那因為跳馬你可以看到 他是從30公尺的距離開始駐跑 大概幾秒鐘的時間不到就完成一個動作 所以他是非常的需要爆發力的 這邊也要跟大家解釋一下跳馬的動作 他是分 動作 而不是類群 因為跳馬 他是只有幾個動作的變化 是向前的 或者是向後的 還是一些前面一個小翻 再接上去跳馬 做一個動作的這幾種變化 那他就是直接算難度分給你 你跳什麼動作 轉了多少圈 直接給你一個難度分 那你就是由這個難度分 去做扣分的動作 那就不會有類群上的分別 跳馬這個項目是唯一一個沒有類群上 沒有分四類的一個項目之一 跳馬這邊 他有分兩種動作變化 第一個是往前的 第二個是往後的 往前的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他是用前手翻的方式 進入動作的變化 那這個就是往前系列的 另外一種先講我們的側翻內轉系列 那側翻內轉他一起跳起來 他就是面向後面的 這個動作變化 通常就是向後系列 那向後系列還有另外一種 特殊的變化 就是在前面的起跳前 先做一個箭子小翻 就是我們的俗稱側翻內轉 那他會接一個後手翻上去 撐馬之後 再去做一個動作變化 那這也是向後系列的 那你說向前系列不能用 箭子小翻去接向前系列嗎? 也是有 這個動作難度會特別高一點 因為他是箭子小翻 一開始是向後的 那他彈到板之後 他又在轉身面向前面之後 去接另外一個動作 那這也是向前系列的 跳馬動作 那這邊國內大部分的選手 都是直接做前手翻向前 或者是直接做 側翻內轉 向後 這兩個動作去變化 最多最多 看到大部分的 都是做 箭子小翻 接一個後手翻 上馬 很少現在 台灣的選手 會去做箭子接外轉前手翻 第一個難度高 第二個危險度高 因為我們主要看的是 他後面的動作變化 轉的多不多圈 空翻多不多圈 難度高不高 但是你用箭子小翻 接外轉系列 再做向前的動作 難度會比前面這三種 又提高了非常的多 所以現在很少 國內的選手 會去練這個系列的變化了 那這邊你也可以看到 選手在這一趟助跑中 不到三秒鐘的時間 衝過來 啪 做出一個動作系列的變化 那這個真的是要 非常強的爆發力 因為如果你要再轉 多圈一點以上的 當你彈起來 在空中的時候 那個速度 的離心力 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沒有一定的訓練量 或者是一定的肌肉量 是不太可能做到 空翻兩圈以上的動作 那因為其實跳馬 他的動作就是由空翻 或者是轉體 去做一個變化 那他其實變化很多 就會一圈兩圈三圈 這個就不一一的去講解 那現在跳馬難度最高的是 6.0 6.0他是跳了什麼動作呢? 6.0他就是跳了一個 側翻內轉起來 空翻兩圈後 再接一個轉體 360 就是轉體一圈 還有向前系列的 前空翻曲體兩圈 然後他又再轉體180 然後以及前空翻轉體三圈 這兩個動作都是 韓國人創造的 第一個是北韓 然後轉體三圈是南韓 比較很會 韓 那現在世界上可以跳到這個難度 其實還是沒有很多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跳到這個難度的人 你都可以拿到世界獎牌 甚至是奧運獎牌 都有機會去爭取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跳馬決賽的選手 他都要跳兩跳 不一樣的動作 他才可以進入決賽 如果你在預賽的時候 只跳一跳 那就沒有辦法進入到跳馬的決賽 那為什麼有些人他選擇是跳一跳 或者是他要跳兩跳 第一跳 他會是團體決賽的第一個分數 那你要拼跳馬決賽的人 就要跳 第二跳 才會是你跳馬決賽的 預賽分數 所以這兩個他會分開來 第一跳是團體決賽的部分 第二跳跟第一跳 他會總和在一起之後 就能判定 你這兩個總和的分數 能不能進入到跳馬的前八強決賽裡面 所以你想要進決賽的人 就勢必得一定要練 兩個不同系列的跳馬動作 那這一部分也稍微講解一下 只要你是跳起來 是向前系列的 然後你的第二跳 也是跳向前系列的 這個動作會算給你 但是會扣兩分 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 假設說他轉了一圈 那你第二次又跳向前系列的 也是轉一圈 那這兩個是相同系列 又相同動作 那這個就不算 所以等於你第二跳 如果又跳一樣的 就是零分 但是如果你第一跳是轉一圈 第二跳是向前系列 轉一圈半 第二跳這個一圈半 向前系列的 會算給你 只是要扣相當嚴重的分數 就是要扣兩分 你會看到 選手在第一跳的時候 會選擇難度比較高的 因為他可能 這一跳跳起來是他 最有體力的時候 或者是他的爆發力 還非常強的時候 那通常第一跳 會放難度高的動作 就通常他是要拚獎牌的時候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跳馬 他在決勝負的時候很快 短短的幾秒鐘落地 你有沒有成功站好 你的難度高不高 就決定你這一次的勝負了 那其實 不管是國際上的跳馬決賽也好 或者是我們國內的 他除了動作系列以外 還有一點是非常關鍵在於勝負的時候 就是他的落地 因為假設說今天八個選手 這八個選手的兩個動作系列 都跳一樣的時候 那除了第一個美感 那第二個就是看他的落地 你今天如果在動力這麼大 或者是整個高度 或者是速度都特別快的時候 落地你還站的穩穩的 都沒有動的話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穩穩的冠軍了 因為大家今天都跳一樣 那就是比這一下 我們大致上的 吊環及跳馬這兩個項目 就講解到這邊了 那還有最後的兩項 雙槓及單槓 將是我們的最後一集 如果你真的對體操非常有興趣的 你可以選擇看下去 那如果沒有興趣的人 就不要看 這算是一個比較認真版的詳細解說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艾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支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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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撐了